目前公布的訊息很有限 但是有特別強調 台灣的海警船 海巡署的船是3000噸 那台灣3000噸的海巡署的船並不多 那麼裡面有一艘就是宜蘭艦 那就是3000噸 所以相當有可能今天在台海中線 徘徊的在這個地方進行巡邏的 可能就是這一艘宜蘭艦 可是大陸的千噸級的 包括3000噸的剛剛講的 3306 那還有就是包括1000噸 因為它大概是在1300噸左右 這樣的一個2103 等於是大陸至少是出現了兩款不一樣的 因為兩個新聞報導 告訴大陸的海警船 一個是1000噸的 一個是3000噸的 所以大陸等於是出動了 至少是兩艘千噸級的這個海警船 那在台海跟我們一艘碰到面了 對 那另外當兩艘在那邊對視 對看的時候 那另外一艘是不是已經穿過中線了 理論上講 那就早就穿過中線了 那如果說另外一艘 假設3000噸跟3000噸已經碰上了 那麼但是距離有山西海裡 山西海裡是蠻遠的 50多公里左右 這麼遠 台北到這個中壢南這麼遠的地方 那你想離這麼遠的地方裡面 船跑得又不快 在這個情形下的話 那是不是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早就都穿越中線走來走去了 那這個部分裡面 因為以我們台灣的媒體的報導 尤其是綠營媒體的報導裡面 要強調的是說 台灣的海警把它擋住了 對 但是如果按照大陸的報導來看的話 台灣的海巡 台灣的海巡把大陸海警擋住了 可是如果按照大陸的這個說法來看的話 把兩個新聞並在一起 大陸至少兩艘船的情形下 那台灣的海巡所的船 根本不可能擋得住 因為一艘船不可能擋得住 兩艘這個海警船 大陸的千噸級的海警船有多少 至少要135艘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未來 台灣今天要把它升高的話 大陸只要派海警的艦隊編主 那基本上來講 台灣的海巡是擋不住的 因為過去就曾經發生過 在新竹外海 大陸的海警船編隊過來的時候 台灣的海巡所的船 根本擋不住 我覺得這有可能 因為民進黨的態度很惡劣 很惡質 而且是不打算 要把這個事情做一個平和處理 這樣的一種態勢 所以我們看到 民進黨的這些官員 上上下下 包括陳建仁 包括管碧林的動作語言 都是很輕挑 而且很挑釁 而且一直在指責對方 可是大陸是死了兩個人 然後到目前為止 沒有要緩和的跡象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 要妥善的解決 處理這問題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公佈真相 讓大家知道事實真相 可是到今天為止 不跟我們事實真相 目前確實在升高了 而且情況是越來越緊張 我們看到了 是過去是解放軍 其實早就沒有中線了 例如說我們都知道 這兩天 解放軍也在台灣的距離 大概就是二三 二三十海里 四十四海里 都很近了 四十三海里 以一個戰鬥機來說 或是戰風機來說的話 其實那是一分鐘的事情 一分鐘六十秒 我們的節目還進行 我現在話還沒講完 飛機已經進來了 那導彈的話 那它更遠的射程了 所以事實上 等於是台灣全島 都在解放軍的這些 戰鬥機跟戰鬥轟炸機 它本身的攻擊範圍內了 所以解放軍的船艦跟飛機 早就都越過中線了 已經沒有中線了 現在的情況是 海警船也開始越過中線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它越過中線 在中線內開始進行執訪 然後台灣的船隻 或者是在這個海域中的 各個國家的船隻 它開始進行領檢 或是開始進行檢查 那處理怎麼辦 剛剛一直在強調 例如說台灣綠營的 一些智庫的人 一直說我們有這個宜蘭艦 觀眾朋友 我們的宜蘭艦就有兩艘 同等級的船就有兩艘 一個叫宜蘭艦 一個叫高雄艦 然後它在前身一點 叫做嘉義艦四千噸 也不過就是兩三艘 可是大陸千噸級的 一百三十五艘 它是全世界海警能力 超過美國的海巡署的 也就是美國的海岸巡防部隊 整個總兵力 都低於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海警部隊的總兵力 敵不過一個大陸海警 敵不過 連美國都敵不過 我才會說綠營的 你們嘴巴收斂一點 一張嘴砲很煩 管閉領的這個動作當然很挑釁 因為高金素媒已經表達抗議了 他說這個就是你們當初海巡署 自己寫的報告的名稱 那你今天打臉自己 所以高金素媒他已經覺得 你本身的態度太驕傲 而且有藐視國會 藐視立法委員的這個嫌疑 因為高金素媒用的這個報告的名稱 其實就是當初海巡署的自己 報告的名稱 那哪裡有不對 哪裡有不對啊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管閉領事故意要把四個事情 一直往上上崗 然後呢他們跟王定宇 他們在和演一場戲是什麼 你看他們就是閉嘴不講 事件有兩位大陸的漁民 不幸往生了 他們就一直不講這一點 只一直在強調海巡署執法 海巡署執法 對他這個報告裡面 就特別強調的是這個 執法的這個問題 一直在強調執法 不強調壯傳 不強調差狀 不強調已經有人罹難 都不講 什麼都不講 那剛開始的時候還講到差狀 現在是連這個都不講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故意的挑釁 這種動作是很遏止的 我覺得有些事我們可以忍下來 有些事還真的是不需要再人 尤其對於這麼遏止的人 真的沒有什麼好人 很重要 這個有警告威懾 威懾的意思 因為我們台灣是用威懾 大陸常常用威懾 對 這是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警告你 再來就是威懾你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這個話已經是很重了 那你還要再到哪個程度 再往上走那就是不用口頭了 那就是動作 我覺得是不是一定要逼到這個程度 民進黨當局真的要想一想 因為我們台灣的民眾 並沒有站在你後面 你不要老是動不動 就是說你代表台灣人 你根本不配 你不代表台灣人 你就四成 六成人反對你 不要忘了 郭靖靖剛才談到陳水扁 我小講一下 陳水扁在剛上任的時候 第一任期的前一兩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兩岸關係還可以 對啦 還可以啦 是巴掌西事件之後 他的民調支支落 他回去擁抱台獨的時候 那也就是去擁抱 勝利的那一小塊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才是分水嶺 我覺得他用紅旗艙 其實當初還是有用意的 別有用意 是有意思是要緩和兩岸 那是因為他自己本身 內部裡面搞砸了 搞砸了以後他害怕了 他害怕選不上 所以國家領導人還是最主要的 對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陳水扁是為自己啦 到最後的時候 他才兩岸政策就轉回來 不然他的事不易沒有 不會提出來的 領海基線一化 你當然就知道 這個經濟海域就出來了嘛 那經濟海域一旦化出來了以後 你越南想跟美國勾連 因為美國的美孚啊 很多次的都想跟越南勾連在一起 以前的美孚的總裁 本來跟越南已經要在這個 我們中國的這個南海這個地方 要去撞刊天然氣跟石油 後來中國大陸派了這個海警船 去跟他對峙 也派了石油撞刊船跟他對峙 對峙之後啊 後來他們越南 就美孚就不止倒地了 就退卻了 因為中國大陸跟他就定槓在那個地方 那美孚的那個總裁恨死中國 因為他的那筆橫財就賺不到了 結果那個人後來當了美國的國務卿 所以他在他任內的時候 對中國就極不友善 這個就是這樣的一個牽頭 那現在中國大陸把領海基線化了 那經濟海域當然就往外延伸200海里了 在這個200海里內的話 那如果跟越南有重疊的地方 經濟海域上有重疊的地方 那就是以各100海里 或是以它的中線為線 這樣的情形下 你越南想跟美國勾連 要在那個地方要去撞刊石油天然氣的話 對不起你就沒有這個權利 中國大陸就會依照這領海基線 跟經濟海域去執法 因為越南最近在這段時間內偷偷的 其實跟美國還是有一直在勾連 而且要一直引進歐洲的一些石油 在那地方去探勘石油 那當然對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你要確保國家的領海的主權 跟經濟海域 跟這個所有的這些資源 不被外國人 或是不被國際攪混的話 那當然一方面你越南 要跟中國大陸稱兄道弟是可以的 你來中國大陸一次兩次的訪問 我們也歡迎 但是問題就在於 國家的主權一寸不讓 這個已經多次的宣稱 而且已經告訴你說 打死都不會讓 那我想也告訴全世界 也告訴東盟的國家 如果還想偷擊摸狗死了這個心 不可能的 我想跟觀眾朋友解解一下 那個制粉的事情 因為美國的一個士兵 他看不下去了 事實上美國相當有可能 有介入這場戰爭 因為他有談到就是在地下道裡面 是美國的特種部隊的人員 進去裡面 這就呼應了當初 美國的派的特種部隊 進入兩棲攻擊艦中 那相當有可能就支援以色列去打仗 那美國有支援以色列打仗 就不只是給錢給武器 而且還給專家給技術人員 去打哈馬斯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這些士兵他已經看不下去 他不是猶太人 他是純種的美國人 而且本身的三代都是軍人家 他已經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他內心的道德譴責 還有他覺得他那套制服 讓他感覺到很大的恥辱 您知道美國的媒體跟政府 一直想辦法淡化這件事 他們的主流媒體幾乎都不太報導 報導都很小 可是問題就在於 他在直播 在他的臉書中直播 這個畫面傳到歐洲去 我女兒在巴黎 也傳到整個阿拉伯世界 他說他的同學 幾乎每個人都在看這個視頻 法國人都在看 整個法國的大學生研究生都在討論 而且他們討厭以色列人 已經到一個相當的高度 他說以色列人 他們只要一再貼 說他們的人質的時候 就馬上有法國人白人 就直接把他撕掉了 就是說本來大家都同情 以色列猶太人 在二戰的時候受到納粹的傷害 現在他們的那種同情心 是完全消失 一講到美國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這是一個沒有道德的國家 我覺得美國這樣的一個做法 已經使他們在很多的國家 尤其他們更恨的是 他們自己的政府 他們恨他們的政府 為什麼去挺以色列 我覺得這個已經造成他們 執政上很大的困難 歐洲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已經 對於他們的政府 對歐洲的政府 對於這個美國 已經越來越厭惡 所以歐洲的外長 他自己都說 我們的雙標 使我們在全世界 失去的影響力 而且使我們在全世界 丟臉變成一個沒有道德的西方 所以我們西方 現在如果再不趕快去糾正的話 我們西方將會成為全世界 道德譴責的一個國家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俊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異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梅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